有朋友问,怎么快速的区分古域上的沁色,还有老T游,他指的这个沁色可能是黑沁色 大家一定想着,形成沁色的一个重要的条件呢,是跟时间有关系 所以说,它是一个缓慢的一个过程 正是由于这个时间的原因,在预期上产生的一个沁色呢 用12个字来改阔,也就是过度自然,变化丰富,深入激励 而老T游呢,是用快速的方法,让这个预期带上一些黑色的沁色 所以说,它是一个急功近利的办法 这样做出来的一个沁色呢,它相对是比较浮浅的 再一个呢,它没有自然的渗透或者是过度 也没有是多重沁色的一个叠加 就是没有时间的一个表象 所以说,这个老的黑沁色和铁油还是比较容易区分的 是可以讲的视频第二个设备 就是这个老的黑沁色的 并没有自然的 是有关系呢,我们能够找一个 黑沁色和铁油行的 我们能够带来一个遍佛弁的 我们可以尽量挑逐